大家好,我是乖修禅 这个视频呢,咱们深度点评一下分能方向 像晋风科技,江苏新能,湖北能源,百立电器,节能风电 那么这些个股呢,都有一个共同的属性 它都属于在分能方向 那么我们先看一下分能的板块指数表达 然后呢,再结合个股情点评 只作为技术交流,经验分享,不作为买买依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分能板块指数 首先呢,对于分能板块指数呢 当前它处于祖生的阶段 目前有没有见顶呢 还没有证据,或者还没有 就是还没有,还不能认为它见顶 那么它的一个走势呢 像这类板块,或者是这类走势 很好的一个技术观察节点是什么呢 例如说,低电和低电相连 低电和低电相连 低电和低电相连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代表的是它的斜率在变得越来越陡 而且呢,我们再换一个颜色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它的一个,就是这类指数表达 它的走法呢,也是属于冲高回落 冲高回落,冲高回落 它的属于这种震荡式的 震荡式的在上涨 好 那么当前的话呢 对它的一个技术表达来讲 就是说呢 对于风能板块指数来讲 那么它连续上涨 上涨过之后呢 出现当前的一个调整 那么这样调整 它只要保持这样的一个节奏 不改变 什么节奏呢 加速度的一个节奏 好 意思说呢 它只要说后面的回撤 例如说呢 这个位置真大回撤 它连前面这个低电和低电的连线 都不触碰 或者都不跌破 如果还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向上加速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当中 那么它就属于这样的一个良性的 整理和反弹 而且每一次反弹的话呢 它都能够不断的给出新高 好 高点不断的抬高 高点不断的抬高 低点也在不断的抬高 它属于单面上涨结构 目前来看的话 这样单面上涨结构 它不能因为两天没有创新高了 就认为它见顶了 不能这样去看 而说呢 如果说后面它的节奏列出来回落一下 反周不给新高了 或者说刚刚给的新高再回落 破了前面低点 那么它本身的结构发生更明显的变化了 那么你可以认为它的一个趋势 是不是走坏了 是不是走弱了 是不是发生逆转了 好 所以当前的话呢 对于分能方向 我实际上个人认为它的一个做法呢 是属于高潮之后的分化 连续反弹之后的这样的一个增荡整理量能还在 MICD的话呢 它也属于这样的零多上方强势的状态当中 当前的话呢 它的反弹当中 它也属于这邪律不断的变斗 这是对于指数的一个表达 所以接下来观察是叫什么的 这个位置震一震震一震之后的话呢 先观察下方这样的一个低点和低点相连这样的趋势线 破不破 只要说下方这样的一个最近的这样的趋势线 列出呢 我如果说把这个位置的趋势线一号 趋势线二号 趋势线三号 趋势线四号 只要说四号趋势线都没有跌破 那么呢 因为它的一个趋势和节奏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好 那么同样呢 随着随着走势的一个变化 如果说后面震荡当中 它没有触碰到 连四号趋势线都没有触碰到 而是呢 阵营阵一走强了 那么低点和低点相连又成为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线的一个划分 那么的话呢 不断的去跟 最终的话呢 它像这个个 它就是没有什么板块 没有什么指数 没有什么个股 它是一年365天 然后呢 每天都这样去涨的 它就它自己的节奏 最终的话呢 当它就是像它的趋势的角度来讲 早晚会有什么呢 会有转折的节点 早晚呢 会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结构破坏的节点 下跌下跌的时候也是如此 所以说呢 我们观察的一个不同阶段重点不一样 这是对于分能指数的一个看法 包括呢 跟踪的视角 简化一点 就把下方这个位置低点和低点相连 跟踪这个位置的阵段当中 主要说这个最新的这样的趋势线不破 那么它的一个结构 上涨结构还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 还可以去跟 如此而已 那么我们再跟个股个股的话呢 像分能方向的话呢 其实并不需要所有的股票都去关注 关注什么 关注一些或者重点 看一些什么看一些 有新加比的 或者说是符合自己的交易体系的 或者是某种交易模型 例如像江特电机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它未来涨不涨 不知道 我觉得这种这类个股呢 见面见顶 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处于强势状态当中 但是呢 有没有必要参与呢 如果是我的话呢 我肯定不会参与的 为什么呢 什么叫高 高的话呢 例如说人家是从什么呢 从144年军院附近 当时对应了什么位置呢 当时对应的是7块钱左右 在7块钱涨到28 4728翻了4倍 翻了4倍过之后呢 因为前面有过这样的一个主声 这样的主声过之后 在这位再进增浪 增浪当中 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个人认为 它的一个 后面的一个涨势来讲 后面即便急于往上 有没有可能呢 有可能 但是呢 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讲 这个位置为一个中枢平台 再往上走离开段 这个离开段和前面也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背驰关系 所以说呢 再往上呢 只不过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讲 个人不建议去追 因为这种做法呢 已经短期翻了4倍之后 高位增长的一个做法了 这种呢 这是第一个中枢 当前是可以把它作为第二个中枢 来组建当中 所以说 只要说 有不断的资金激励 这个购物也可以继续上涨 只不过呢 在这种情况下 不是这一只股票 所有这一类的 我都不会失去参与的 这是什么 这是一种选择 什么呢 如果从技术角度去跟的话呢 也很好去 跟也很好去 解读 列宋浪 下方地链和地链相连 组成这样的一个小的学生之声 那么对应的话呢 他只要说保持这样的一个节奏当中 那么呢 好 在这样的一个学乡上的一个通道里面 没有突破之前 这一类的震浪 那么呢 破了四位景象位破位 不破 这位的持续震浪 第一高抛 技术角度是可以去跟的 这不从新加比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没有必要 没有 没有意义 容易 不做接翻侠 好 这是江泽舔机 那么像宝便练机 这个5的话呢 那么他从8块1的位置 一度下跌 跌到什么位置呢 跌到了3块7毛1 那么当前这样的节点呢 因为他本身 他的一个基本面来讲 业绩的话呢 他没有 并不是特别的亮眼 不是特别亮 就是业绩呢 并没有太大优势 当前只是从风口的角度来讲 那么呢 他出现这样的一个 涨停 而且震荡上 震荡上 这类个股的话呢 只能用短线的一个视角 可以去可跟 短线视角的话呢 因为他可以把它作为 长周期这样的下跌通道 破坏 下跌通道改变 改变过之后呢 又形成了新的 上升的这样的一个 震荡上的一个节奏 新的震荡上的一个节奏当中 主要不是这种盲目的去追高 那么对应的话呢 例如说上方高点和高点相连 下方的低点和低点相连 他就属于小的 这样的震荡上的一个通道 这种突破 突破的话呢 后面对应了什么呢 只要说有这样 那个淡约不破 淡约不破 好 淡约不破 你只要用这种 淡约不破的一个视角 去跟坚守趋势线 那么呢 可以去把握他的低息的几点 又短线的一个视角去把握 如果一次又一次的买在基督性的高点 买在基督性的高点 买在基督性的高点 后面就会比较尴尬 好 那么那么咱们再继续呢 往下面去讲 例如像金峰科技 好 那么像金峰科技 这一支个股的一个技术表达的话 首先大周期来讲 一定要有个大局观 这个大局观什么呢 就是很多时候呢 如果说你不看大的结构 所以大结构什么 是他历史的走势痕迹 他在历史走势痕迹的一个 什么位置 什么区间 这是一个从大的结构上面来讲 那么对于金峰科技 咱们前面讲的一个级点 在这个位置就讲到 他是属于大的结构上面当中 他属于这样的大的箱体 大的箱体的话呢 对应的好 只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箱体当中 这个箱体当中 当前呢 是属于在突破预法的边缘 而且在前面的话 创了前面极端性的高点 从了极端性的高点过程呢 可认为不能认为 他创了极端性的高点呢 就是一个有效突破 还需要去观察几天 需要去观察 他能不能站得住 好 这是大的结果 那么我们再来看小周期的 因为像前面18块 一毛八突破 就是极端性的这样的高点 但是讲的不能认为 这个位置呢 不能还不能自分 他就突破了 而是说呢 还要需要一个确认 那么当前我们再来看 用小周期的一个视角 来进观察 观察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前面两连板 两连板之后呢 再往上高开冲高 或者高开 没有积蓄200了 就是偏的武军 偏的武军干嘛呢 早卖一点 偏的武军不可追 偏的武军防回条 好 那么天雷武军这个基点呢 我看前面有粉丝留言 说呢 自己又追高了 然后呢 被套了怎么办 也有粉丝说呢 听按照 按照前面讲的方法 哎呀 已经很巧妙的 指引在相对的 一个高点上面 很开心 为下面一个机会 点在什么地方 那么进风科技的大的一个 节奏 结构呢 是属于长周期 相体的上沿附近 突破与否的边缘 这是一大的结构 那么小周期来讲的话呢 对应了从 我们来看 从11块05的位置 11块05的位置呢 它是属于 它的结构是属于什么呢 这是一个三十分钟中枢延伸 这个位置是三十分钟 三百 三百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反弹 反弹的话 这个位置呢 三百相上反弹 力度比较强 无被迟 那么三百之后的相上反弹的话呢 对应了这个位置 逐渐一个五分钟中枢 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作为第二 一个五分钟中枢 逐渐来去看了 好 也就是说呢 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的 完全可以什么呢 它只要说 前面这样的一个低点 不给五分钟三的卖点 这个位置呢 它完全可以什么呢 完全可以在向上走 现在离开段 但是这是一种推演方式 另外的话呢 如果说破了前面这样的一个低点 破了前面低点的话呢 对应的来走一个反向的运动 反向的五分钟的一个盘整 下五分钟的运动 也就是三十分钟先端下跌 先端下跌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它是属于什么呢 可以组建第二一个 三十分钟中枢 然后呢 再期待向上离开段 比如说像金风科技 这类个股的话呢 当前的一个句子表达来讲 个人认为它接下来是存在新的机会点的 只不过这个机会点的推演 怎么去看待 好 那么再更细化一点 因为四线图形上面来讲的话呢 它是属于什么大的节奏上面来讲 这个位置震一震 或者这个位置呢 一个是偏离五军了 那么呢 偏离五军不能追 偏离五军找卖点 偏离五军减持在这样的大结构上面 是属于这样的平台上沿附近 所以说呢 大的一个结构上面 平台上沿附近 小的节奏上面 它就是偏离五军 击涨之后的偏离五军 这个位置肯定是要找卖点的吗 找卖点过之后的话呢 回落回落的话呢 我们来看它回落了一个方式 和大的结构上面来讲 它属于什么级别的什么买卖点 如此而已 好 列书呢 我们来看 用这个位置呢 小周期从11块05的位置以来 用30分钟的一个图形来去看待 是非常清晰的 这是属于什么呢 非常明显的从11块05的位置 好 这是一个30分钟中枢 主界 而后的话呢 30分钟中枢延伸 这个位置是30分钟级别三点买点 三点买点之后的话呢 那么这是一个30分钟 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线段上 线段上的话呢 那么这是线段上的内部呢 组件的是一个五 这个是五分钟中枢 这个位置呢 是可以把它作为第二个五分钟中枢 来去看待的 可以这样去推演 所以说呢 如果说手中 就是因为前面做出减持的 而且的话呢 像金峰科技这类个股的话呢 它跟踪视角 如果这位置向它反弹 反弹的话力度就要不强 然后反而是要找卖点的 为什么呢 防范的试试 内部这个位置以来啊 第一个五分钟中枢逐渐 充高 这是第二作为第二个 我从事逐渐 中路逐渐之后呢 反弹再如果说再往上 再往上的话呢 那么它的力度很难比它更高 它容易发生五分钟的趋势被迟 所以说呢 再往上的话呢 是要找卖点 不是盲目的去追高的 好 但是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呢 一个是冲高做回落 走一个五分钟的走私类型 或者攀整下 或者走私类型下 或者三十分钟的线段下 所有和前面的位置 连接触都不接触 那么对应的还是机会点 好 如果说这个位置呢 反弹没有突破前面高点 这位的正硬正 反弹没有突破前面 而机会往下 机会往下呢 走一个三十分钟线段下 和前面不接触 机会点 接触了 这是一个三十 第二个三十分钟输 来去看待 一点都没问题 一点没毛病 这他的就是他的一个推演方式 好 那么我们再看 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 会更加的一个清晰 用五分钟视角的话呢 我们观察接点就这一段了 从12块7 这个位置呢 对应的用五分钟的一个维度来讲 这是一个反弹当中 这是一个五分钟中输 好 那么这个位置呢 是第二个五分钟中输 当前可以把它作为五分钟中输来 组件来去看待的 那么 五分钟中的组件呢 它 强可以向上走新的离开段 对那如果弱了什么呢 向着走离开段也是找卖点的 如果这个位置持续走弱 来阵段当中 例如持续走弱 怎么怎么走呢 这个位置持续走弱 这个呢 是形成一个新的一分钟级别中输 持续走弱 走弱过之后的话呢 对应了这是一分钟的判断下 那么他的 他的一个分析集点呢 把18和1毛8作为新的A0来去观察 观察过之后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好 看他反弹的力度 反弹的力度 如果说和前面不接触的是大的前程下 前面接触的话呢 是一个形成新的五分钟反向的这样的一个中枢 反向的这样的一个走势类型 再往下回次 结果走完饱满之后呢 哎 观察的是30分钟级别的内三买 什么叫内三买呢 好 这是一个中枢 离开段回落下来 这是三买 反弹上去 再回落 不过前面低点 可以把它作为内三买 就是呢 这是一个跟踪视角 所以说呢 用这个维度来讲 像金峰科技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个人对他的一个态度 首先呢 对于封电方向 个人呢 一认为未来还是会有机会轮动的 那么小周期来讲呢 他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演 平台上演的话呢 出现再加上底下偏离五军 只要找卖点 找风险点呢 不能忙碌去追 如果说呢 有不顺追高的 那么以后的话呢 再遇到这样的图形 铁家就是呢 大的风险区 在底下小的这样的一个偏离 那么呢 能不能及时的降一降 仓位或者是不要去追了 那么回落下来的话呢 对应了 他的一个周期 如果说用传统的一个视角来去跟踪的话呢 就属于好 当前还属于他单阳不破 用最简单的语言来去概括的话呢 当前他还属于第二个掌停板为例 为参照点 他还属于单阳不破 单阳不破的话呢 还如果说那是低吸的视角 或者是手中有的 还可以坚守一下 只要说保持这个单阳不破 不破这个阳线的尸体 其实如果说把他的 这是有高开吗 把高开的位置给补上 就是呢 可以参考这个位置 还只要属于这样的一个 还属于这个单阳不破的一个范畴之内 那么还可以去 期待一个反暴 这是一个视角 第二的话 从大的角度来讲 下方这是有一个 这是一个平台 这个平台的话呢 对应的是三分钟上沿 好 那么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五分钟的通通上沿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呢 对应的 如果是属于单阳不破的一个做法 反暴 反暴过之后的话呢 不管是一根阳线 还是两根阳线 从高之后还是要 其实止盈 防范的是这个位置 反弹结束 反弹结束呢 如果回落 给出一个日线的一笔下 五三十分钟的线段下 和他都不接触 那么对应的话呢 他大的一个上的结果 没有改变 还是继续往上 但是这次回落呢 就是一笔下 日线的一笔下 出现一个强底分 或三十分钟线段下 比较饱满五分钟呢 这样的一个反向运动 反向的盘整类型 或者是趋势 那么回落下来 不过前面这高点 还是找买点的 还是找机会点 如果回落下来 和前面接触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 他可以组成 这样的一个三十分钟 第二个三十分钟书 来去看待 但是如果不接触的话呢 那么回落下来 找机会来再反弹 那么看他第二个三十分钟 落脚在何处 好这是精凤科技 好 用通俗的语言就是 开线 组合来讲 还是有单阳不破 然后用小的下方 小的平台 对应的话呢 例如说在五分钟书上沿 在什么位置 在十 好我们来看 对应的话呢 是十四块五毛 十四块五毛三 在这个节点 如果是真的能回撤 回撤当中 好 只要说 当前这个位置 第二个中书组件 五分钟书组件 可以期待向离开段 用穿的数据来讲 回落下来 在十四块五毛三附近 它是有个小的时升节点 好这是精凤科技 那么我们再看江苏新能 江苏新能的一个技术表达的话呢 对应了咱们前面 其实 涨停 涨停过之后的话呢 第二天再进入高开冲高 咱们前面讲过 涨停板之后呢 不要太兴奋 不要呢 幻想后面会不会多个涨停板 而是呢 观察 锁一锁历史上 出现涨停板的一些 后面的一些走势 简单的 就是多看一看 那么呢 你会打破偏见 结果呢 像高开冲高 这个节点的冲高 接近八个多点的数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短线的卖点 或者止盈的节点 止盈节点中呢 从未提着五军 当时讲到有单阳不破的一个视角 单阳不破的视角 实际上是可以 短线的一个维度来讲 可以用这个 用这个视角呢 可以去 用用它来参考 是否值得短线的低线高炮 如此而已 单阳不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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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单阳不破 而这将去能 那么像这类个股的话呢 对应了 它本身 它的基本面的整数稳定 谈不上好 谈不上差 这个异己 新分析里面呢 它是属于这种 95%来自电力 它就属于封电 生物 生物质发电 光伏发电 它属于这样的一个 清洁能源方向 那么清洁能源方向 像这类个股的一个结构 我们先看大 先大后小 从七块七毛六以来 对应的话呢 它可以把它作为 这样的一个 大周期的中枢 向上离开段 这是 大的一个结构 那么当前的话呢 我们重点来看 这一段 它有没有走完而已 那么这一段 有没有走完呢 我们用更小级别 用列数 用30分钟的视角 来进行跟 好 从11块六毛四 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30分钟 30分钟中枢 然后呢 走到向上离开段 向上离开段 这个位置 可以把它作为5分钟中枢 来去看待 当前生物可以把它 作为第二个5分钟中枢 好 因为呢 修缠的话呢 已经看的 就是画线画的次数 太多 就呢 已经画了 对于很多很多的股票 画过很多很多次 所以说呢 有的说 在日前中呢 就能够看出来 这个位置就是一个30分钟枢 30分钟 向上离开段的 一个延伸当中 这个延伸当中 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作为5分钟的中枢 这个位置作为 第二个5分钟的中枢 那么这个位置呢 只要说排水 单元不破 十年均也不破 其实是可以期待 给出新的向上离开段的 当然如果说 这是推荐的一种方式 如果说破了呢 这个位置调整的幅度比较深 破了十年均线 那潜力也破了 那么 大概率的话 还是会有一个 向上反出的动作 反出如果说比较弱 那么早就再找卖点 这是一个防守性的卖点了 降助性能 那么我们来看 先看30分钟 30分钟的话呢 那么 会比较清晰 列数呢 在刚才咱们 看了一个 级别 对应的 把它作为什么呢 把它作为一个 和30分钟中书的 阻建 然后向上离开段 离开段 我们看这一段的 用五分钟来去看 用五分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对应的 这个是第一个五分钟书 从13个情报期 第一个五分钟书 好 那这个位置的话呢 五分钟书延长 回落不破 同时也是单样不破 这就属于 其实如果说把这些知识理论 都结合综合运用的话呢 好 回落下来不破五分钟书上演 同时的话 又是单样不破 这位置就属于一个五分钟级别三点买点 好 再从高回落 这个位置的话呢 对应不破前面地点 不破五分钟书上演 是可以去期待 或者是可以去坚守 看他会不会给出新的相当离开段的 这是江苏新能 但是呢 对应的 我发现了有一类朋友啊 或者有一类鼓友 有一类粉丝 个别的 习惯性的 一个是喜欢满仓 读 第二个的话 喜欢追高 江苏新能 恰恰不多不少 就追在这一天的高点 尤其这一天早上的时间 快乐冲高的时候 自己就兴奋了 就嗨起来了 嗨起来过之后的话呢 当天一个冲高回落 那么五六个点没了 第二天的话呢 一个跳空低开 三个三个多点没了 今天在一个震荡 其实呢 今天只是一个小十字星 没涨没跌 收跌百分之零点三八 再正常不过了 可能就会让自己心态极为崩溃 所以说呢 有些不好的习惯 像最高呀 或者是满仓一股呀 一定要借掉 只要借掉的话呢 那么像其实很多股票 只要说业底还可以 方向还可以 然后呢 他只要说背后 这样的一个明确的 一个见顶的信号 后面的话呢 他会有多会后面 注定会多次出现 不同级别的买卖点的应对 什么意思呢 你有单阳不破的一个视角 短线的就进好 就收波段的话呢 那么就是手下去 是像这样的 跟我的低点和低点相连 他的趋势线没有破 而且单阳不破的一个节点 这个位置是实际呢 手中有或者是呢 是可以去守一守的 守一守的话呢 如果说这个位置 后面呢 出现这样的强底分 强底分出现的同时 带有明显的资金放量 而整个板块走强 那这种情况下呢 如果说简直手快的 主要长尾不是特别重的 那么即时的一个低气高抛 立马就能够你会回应 如果说前面呢 你只要是微套一点 而不是最高点被套的 最高点去追的 很容易就这种方法 应对的视角 方法是很多的 但是呢 如果说在高点追的 而且呢 是重仓的 甚至接近满仓的状态 就会特别被动 被动的话呢 就会让自己一次 一个是容易心态崩 另外一个呢 容易即便有这样的波动 那就属于堵了 就属于看天了 好 这是江苏性能 好 那么我们来看 这样的节点 如果说这个位置呢 反弹 如果说出现反弹的反弹的话呢 那么对应的力度 看力度 力度 如果说不是 不是特别强 不管瀑布前面高点找卖点 找卖点之后干嘛呢 如果说再进行回落下来 对应的 好 回落下来的话呢 那么对应了 如果把这个位置呢 作为一个30分钟中枢 从11块6毛4 这个位置有观察点 好 作为观察点的话呢 对应了 这是第一个30分钟中枢 后面呢 再往上 后面 他会不会出现第二个30分钟中枢 那么呢 我们可以去用这个角度去跟 就是把我下一个机会点了 好 列说咱们再给他画一下 好 好 这个位置呢 是第一个30分钟中枢 好 然而这个位置呢 如果说再往上反弹一下 他作为5分钟呢 这个位置还是属于30分钟 相当离开段的延续 延续的话呢 后面如果说日线一笔下 出现明显的底分 好 这个位置会不会组建 第二个三分钟枢 再向上呢 这是需要去跟的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但是他不是说唯一 他不具备唯一性 他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 如果后面呢 反弹一次不给新高 两次不给新高的话呢 对了这反弹反向运动了 所以说呢 后面他是要不断去跟 好 这是江苏新能 好 那么我们再来看 像湖北能源 湖北能源 那么咱们就讲的 说快一点 像湖北能源的话呢 那么当前的一个表达了 咱们前面在这样的节点讲到 他属于三线抽盘的拐点 拐点的话呢 出现了找买点 铁武军 作为他的买点 那么是他们5块5的位置呢 是一个明显的沉压的节点 沉压的节点的话 短线的一个视角来讲 那么呢 从高靠近压力区 靠近这样的沉压的节点 干嘛呢 接好去收 只赢 不管是三个点 五个点 还是说六个点 七个点 你能赚多少 都是你的本事 但是呢 你不要 明明可以赚钱的 结果还是亏钱了 这又得不上市了 但是呢 从他的一个 当前的走法来讲的话呢 已经呈现多周期 强势公转 越开线 MSD净差 零度上方 周开线 MSD净差 零度上方 刚刚新城 净差出来零度上方 日线级别 MSD净差 零度上方 所以这样的个股的话呢 调整两天 后面再进行 如果出现调整 调整的话呢 分钟级别的调整 不改变 日周月 强势图局公正 他反而是 出现轻的机会点 因为考虑到 在5块5附近 这是一个承压 小的压力位 所以说呢 那么五军不破 可是有偏离 五军可减持 十三不破可低息 如果这个位置正硬正 靠近十三均线 或者贴着十三均线 也可以作为新的低息的节点 那么五军的位置呢 手中有的 底藏部分可以守 但是呢 短线视角来讲的话呢 那么这个位置 靠近压力区的时候 任何压力区 只要说没有突破 就是比较重要的压力区 压力位 没有突破 那么不建议 在这样的节点去买入 或者去追高 好 这是湖北能源 因为湖北能源本身呢 它是有一定的 它是像电力业务 煤炭天然气 好 火力发电 水力发电 风力发电 好 然后呢 业绩的话呢 也是有这样的业绩的一个公正 它是湖北能源 就是呢 手中有的手下五军 五军如果说没守住怎么办呢 可能思维增弱 走弱 或者是增浪 那么呢 可以先防一防风险 如果说有机会呢 靠近十三天军演 是新的机会点 好 上方呢 在靠近五块五的位置 就不能突破 小的短线的卖点 那么再来看下百利电器 百利电器的话呢 那么这一支个股的一个观察视角呢 属于第一长头机来讲 看大的结构 从十六块九 跌到什么的位置呢 跌到两块八毛五 从两块八毛五以来 它是属于大周期的 甚至可以把它作为周线级别 这个位置呢 可以把它长周期的 这样的一个中枢形成 墙可以携带向上离开 弱的话呢 保持上震荡 这就是大结构的角度来讲 它最起码是属于低位抵压的 然后再看小周期 小周期的一个视角的话呢 对应了从三块六毛五的位置呢 它的一个做法是属于 30分钟 中枢的不断延伸 这个延伸的话呢 还不足以 升级为 好 这个位置呢 还不足以升级为 1234567 好 还不足以 升级为日线级别中枢 好 我们来看 这个位置呢 它也是一个 中枢的一个延伸 好 123456789 可以升级 九段升级 这个位置呢 从三块六毛五的位置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30分钟中枢 30分钟级别中枢延伸 延伸呢 已经可以升级为日线级别了 日线级别的话呢 这个位置是走的一个向上的日线级别向上的离开段的一个矩形 所以说呢 重点来看这个 这个位置的话呢 我们再来观察当前呢 它是属于日线的一笔上 一笔上的话呢 当前又属于这样的拐点 就是那53 刚刚先的金叉 在140级别上方 那么像百利电器 这类个股的话呢 再加上它的基本面来讲 是有提振的 它的一个精英分析里面的话呢 是属于 好 对应的 它的主要一部是电器机器和器材制造 那么 它是属于什么呢 属于电器方向 而且的话呢 它也是在 像国防军工 高端 装备 风能 芯片 智能电网 等等 它是属于这样的一个多概念底下 多概念底下的话呢 那么像百利电器 我觉得这 这个我是可以去重点 作为跟踪的一个视角 这个跟踪的视角是什么呢 像上部 我们去追 如果说有这样的震荡或者回落 用单阳小周期来讲 用单阳不破的一个视角 来把握它的机会点 即可 就是中间这边阳线阳线的半分位 是一个参考点 就是4块8 阳线的起涨的位置 后面有这样的一个回落 其实是可以去重点去跟 好 这是百利电器 最后呢 好 再来看像 节能风电 好 那么像节能风电 这也是个长周期的一个视角 它是属于 从17块9毛2 一路下跌 跌到1块9毛4 从1块9毛4的话呢 它是一个 好 把它作为这样的一个中枢的延伸 向上离开段 向上离开段 内部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 它是属于这个位置 30分钟 我们来看 这个位置呢 从3块0毛1 它是属于一个30分钟级别的中枢 然后呢 再向上走离开段 好 这是对它的一个从30分钟视角上面来讲 好 这是一个奔走中枢 那么回落下来的话呢 这个位置耐心等待一笔下 就是前面呢 咱们讲到过去嘛 在这样的位置出现这样的一个一根苍蝇 第二天呢 再冲高冲高过周呢 就出现偏了五军 而且平凡的四字星上影线 这位都肯定不能去追 不能去追的话呢 调整下来 等待一笔下 一笔下的话呢 一旦出现底分 如果说连前高都不触碰 中枢上延不触碰 前高不触碰 他们推荐的就属于30分钟级别的 三买的一个机会点 当然从军业的角度来讲 就先考察一下下方十三年军线 是竞争分辨 很多时候呢 就属于你的节奏点把握好了 你的仓位呢 不要一下子就搞满了 那么呢 后面你还有很多的方法去 只要说呢 他不是这种最极端的走 行情不是最极端的走法 是个股的话呢 他也不是遇到什么 突如其来的这种利空 其实你都有很多的 都可以有很多的方法实现什么的 加速获利 或者说呢 去扩大获利 什么意思呢 这个位置 因为当前来看的话呢 连续调整当中 今天只是出现这样的一个四字星 他有没有止跌呢 因为还给心给小周期来讲连续下跌 还给心低 还不能视为止跌 只不能 多空平衡而已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如果说 给出了这样的一个 贴着十三年军线 有资金激利 对应了 前高又没有破 你可以作为一个小的 一个尝试的机会点 反弹了 力度不强 建好就收 力度强的话呢 强不断的强有预期 或者不断的是属于量价配合 那么多持有一天两天 如果这位置呢 对应了 他没有持续上涨 而且又持续往下回落的 回头你看他的结构有没有破坏 大的结构上面来讲 列说对应了 这个位置呢 从三块六毛一的位置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三十分钟书嘛 三十分钟书逐渐 逐渐过就是再往上 再往上这个位置回测 回测下来的话呢 打算你前面进场 已经找了 在十三年军线的位置进场了 结果后面又往下回测了 这个回测的话呢 只要说他出现下一次出现什么 出现一个强底分的状态 状态 而后的话呢 对应了有明显的资金接力 等待这样的节奏点 随时一个低吸高抛的动作 立马就能够扭回为盈 但是呢 如果说一下子过早的追高了 或者过早的去满仓了 满仓过之后呢 后面你只能等呀等呀等 等股票强 方向没问题 可能有的时候能等待解套 如果走了再强 你可能解套就跑掉了 你没这个耐心 因为你的心态会搞崩了 如果一旦遇到这种 这种很弱的股票 因为你没有足够的仓位 你的支损舍不得 亏中了亏惨了 不支损的话呢 又会每天都是寝室难安的 所以说呢 很多时候 对于股友来讲 对于散户来讲 唯一能掌握的 只有两个因素 哪两个因素呢 一个是仓位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属于你的 自身的这种买卖的一个节奏 所有做的好的 所有做的好的 做的好的交易 一定是这两个同时都达到一个比较不错的配合 做的不好的 或者是亏损的 功性 要么就是轻易的中仓了 而且呢 越弱越加仓 越弱越补偿 好 那么对应的话呢 节奏来讲 要么习惯性的追高 追高过之后的话呢 碰到好的股票 偶尔的赚点小钱 牛股不一定拿得住 但是一旦套 可能就会深套 好 这是关于 风能方向的一个基本的点评 我觉得呢 还是后面还是会有一些节奏点和 不同级别的买卖点的一个存在 还是呢 耐心的去观察 耐心的去发现 耐心的去应对 而且呢 不要去赌 不要去轻易的满仓 好 这咱们讲的内容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再见 再见